我在漂流 我在漂流 漂在眷望大海 我也在流浪 我在流浪 老我有所满怀 主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 罪和痛苦中 祂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每晚归出现 现在要换唱 现在要换唱 喜乐心歌 因为我快乐 因我快乐 行走生命路 我不明白 不明白 我会如何 如果主耶稣 不和我同行 我会如何 我会如何 眼中充满泪水 我会如何 我会如何 生命已到尽头 我会孤单又绝望 重大压见头 如果主耶稣 不是每天和我同行 我会孤单 我会孤单又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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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大牙剪头 如果主耶稣不是每天和我同行 我会孤单 我会孤单每天更忧愁 无朋友帮助 无人帮助每天束手无策 我不明白 不明白我会如何 如果主耶稣不和我同行 每一天 如果教主耶稣没有同行 不是每天伴我行 不是每天伴我行 欢迎来到维珍会客室 今天在现场的是小明与小花 我记得我们小学课本 好像有小明与小花之类的 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 播放的是主恩从唱 他们所演唱的 若主未与我同行 而来到节目现场的 正是其中的一位成员 小明黄一鸣牧师 黄牧师算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过去都在林森南路里 拜堂服饰跟成长的 要介绍一个 在世俗工作上 很出色优秀 而且在国度中 有很多服饰跟贡献 很有才华的人 他大概不想听我这样讲他 我觉得有时候介绍一个人 好像要念一串这个list 他的成就的list 我想要知道 就是黄牧师 小明 你会希望别人如何介绍你 我听过你的前三集 你介绍过什么 杰克与小花等等 所以你当然可以用 小明与小花来介绍我 其实在至高神面前 敬拜的时候 我们都是渺小的 也因为主的爱 成为了一家人 那我是高中的时候 在林森南路礼拜堂 信主受洗的 所以成长的过程里面 就有好多属灵的哥哥姐姐 陪伴我 像你也算是我的姐姐之一 所以尤其是参加诗班 对我后来成为一个歌剧 跟管弦乐的指挥 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所以虽然我后来 蒙昭去念了神学院 但是我还是一直参与在 圣月与敬拜事工上面的 福祉 即使我现在是一个 全职的中文堂的牧师 我还是很关心 这方面的议题 是 小明目前是 修士顿 小士顿 西区中国教会的 中文堂牧师 他的见证跟经历 网路上有不少专访 有文章介绍他 那他本身呢是一个 圣月与敬拜的一个 这个带领者 他非常的重视 也教导敬拜礼仪学 他也是专业的指挥家 跟音乐家 他有太多东西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那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想要先请他来谈谈 就是教会跟会众的音乐素质 是不是有可能提升这个问题 因为呢 刚刚我们先请大家听 这个Acapella演唱的 这个《弱主未与我同行》 这首诗歌是非常有意思的 其实这首诗歌是1967年 猫王 就Alvis Presley 他录制在他的那个 How Great Thou Art 这张专辑里面 那作者是Henry Slaughter 这张专辑其实当年也赢得 那个葛莱妹的一个 那个最佳圣乐表演 那段时间有一个什么圣乐表演 这样后来就没有了这样子 那他的专辑的演唱呢 其实是那种Rock and Roll Style 就那种早期那种 60、70年代那种轻摇滚这样子 那我们要从这首歌谈起呢 第一从这个歌词来看 是一首福音诗歌嘛 那当年是从一个流行音乐的摇滚版唱的 那他本身是一个五旬节背景的人 那我们刚刚这样听 主恩重唱版的这个 就会想到这是福音诗歌 那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年轻人会问说 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唱 这个猫王的摇滚版 来这个唱诗歌这样子 福音诗歌创作的目的 其实就是雅俗共赏 所以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要接地气 是 所以当年的青年归主运动 就有很多的福音诗歌 都是为了布道会而写的 所以这些演唱的福音歌手 在上面还要做见证 不是只有唱歌而已 他们要介绍那位改变他们生命的 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那个年代 这种轻摇滚乐的风格 是为了布道而被使用的 是 不过如果你知道的话 主日敬拜仍然是严格遵守传统 只能够唱圣诗而已 是 那到了今天 当年的流行音乐 反而变成了传统 你现在要问年轻人 谁是猫王 他们可能都在摇摇头 现在我们很少听见 有教会的敬拜团 不用bass 或是不用爵士鼓了 所以问题早就已经不是可以不可以用了 而是到底我们可以走多远 是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就职典礼 Lady Gaga都可以唱改编版的美国国歌了 那在教会的敬拜中 慧众唱是可不可以唱雷鬼的音乐呢 那是不是只要歌词正确 音乐风格就百无禁忌呢 这恐怕不是一个单纯音乐风格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严肃 这是敬拜神学的问题 是 就是很谢谢这个小明为我们澄清 其实那个年代这种摇滚乐风 或者比较可以接近流行人的 流行音乐的是吸引年轻人来 而教会的整个主日的敬拜本身 还是唱圣诗了 不过我们大家也当然都知道说 80年代之后 那很多是这个摇滚音乐 就像您刚刚说的 那个整个音乐流行音乐 就变成教会的正统了 还不是传统了 对吧 都快变正统了 那其实我也同意 就是说敬拜神学 是我很同意的一部分 那为真师公最想做的 当然是能够整个好好的去交代 教导到底什么是敬拜的全部 音乐敬拜 这些慧众唱诗 并不是敬拜的全貌跟全部 那我记得你跟我提过 你有在唐重荣步道会担任领诗 那那个时候你说你带领 然后慧众就可以自行分部 那我就想到 大概十年前 我参加一个牧长的婚宴 那主持人就提到 他们最爱的诗歌是那首 我们就来唱诗 我们就来唱诗 那当场他就问慧众 会唱的全部上台 就我们全部上台以后 全部就可以自动 无伴奏分部唱 真的很棒这样子 那我就发现呢 今天教会在慧众唱诗上 有几个现象 一个是很少能唱分部 那这种流行音乐的曲风为主 那大家就来唱主旋律就好了 太多的新歌大家也不熟 有时候主旋律也唱不来 就根本不用唱分部了 另外一个就是 好像没有YouTube 这种视频参考 很多人就没有能力 可以学唱一首歌 所以我今天才会想问你 就是说 你怎么去看待今天 慧众唱诗的能力 是比较差吗 还是是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今天 慧众唱诗的能力 是不是有比较差 不过基本上我觉得 他们都失去看谱的能力了 他们可不可以也觉得 不需要吧这样子 台语教会圣歌队 圣华队 最大的贡献 就是叫做教会音乐教育 因为宗教改革之后 就不再依靠神父 或者是专业的 什么儿童师班 或者是专业的一些 音乐家的师班 来吟唱迷撒中的那个复音音乐 是是 复调音乐 而主音乐 或是叫主调音乐时代登场 和这个慧众唱诗的传统 是密不可分的 是 所以巴哈一生写作的清唱剧 一百多部清唱剧 大多是为了主日使用的 那其中慧众参与的部分 就是唱主旋律 就是唱主调 是 可是今天的所谓的音乐事工 音乐敬拜 只剩下主旋律了 连诗班的和声都消失了 是 管风琴也消失了 甚至乐团的伴奏部分也消失了 只剩下我们叫做节奏组 钢琴 吉他 贝斯 爵士鼓 甚至很多的乐手 其实都不会看谱 是 他们只是用耳朵听 然后就即兴演奏 是 而乐谱系统是发展了四百年才形成的 又用了四百年去完善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 才能够做起家用这个系统来写歌剧 写管弦乐 然后能够再被演出 那可是我们在基督教的教会界 却用了不到四十年就把它完全摧毁了 那这是一种倒退 就像当年中世纪的会众其实他们是文盲 是 只有神不懂拉丁文 是 那看着YouTube音乐视频来参考学唱诗唱歌 基本上是一种模仿 而不是学习 而且所模仿的是类似娱乐节目的唱法 中国好声音 你看上面上去唱的人 他们其实在模仿他们的导师 那这个口传新寿本身并没有错 是 就像中国大陆小敏创作的诗歌加难诗选 上千首 都是很快可以朗朗上口 但是不会看谱选歌 基本上就是抛弃了 或者说错过了基督教传统的圣诗宝藏 是 我觉得其实小敏今天来我们节目中提醒的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我们好像以为这个就是 可是其实我们有更大的宝藏 那可是好像已经没有人要去看它 或用它是蛮可惜的 那我相信你在讲的那个四十年 大概我们可以说就是1980年代之后 那教会变成开始以流行音乐的曲风来创作 跟带领会众唱诗 那当时的背景 他们的确是认为 教会唱老师歌好像实气沉沉 年轻人就不来 那他们那一波的确带出了一批 好像大的成长 然后就有什么复兴 什么Mega Church都出来了 可是这四十年来 这种像流行音乐 热闹有余 这个蛮热闹的音乐 以流行音乐曲风来唱的这种惠众唱诗 那这三个特色就是你刚刚都讲到了 第一个因为我们洋气传统盛世 一些诗歌本里面有五线谱 第二个没有诗般的存在跟现实 那走当代流行音乐的这种唱歌 你刚刚其实也解释了 那你觉得跟这些的存在 这些情况造成的 其实你刚刚已经讲了一部分 那可不可以更深一点跟我们讲 这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关键是来自审美方式 和审美的美学的这个单调化 摇滚演唱会 透过了电视跟广播就把大家洗脑了 所以我刚才讲到歌唱选秀节目 造成大家误以为可以一戏成名 只要你长得漂亮 或者是天生有一副好歌喉就好了 另外就是把敬拜音乐敬拜 误以为是个人对神的演唱 忽略了敬拜其实有群体性 你听到我们唱的这个男生五重唱 我们在一起唱了40年了 所以最大的特色是我们齐唱的时候 是分不出来谁是谁的 五个声音可以合成一个声音 你知道连齐唱都是需要学的 别会了齐唱才能够唱合唱 敬拜的时候有三个要素是很重要 一个是下对上的赞美歌颂 这是我们现在一般人 所对敬拜这个词的认识 对象是神 人向神唱 可是第二个是上对下的宣讲 传达神的话 其实讲员诗班领唱 有很多时候都是扮演代言者的角色 我们在唱那个圣经的经文 事实上在把神的话放在我们所唱的歌词里面 那我们自己要在领受神对我们的说话 第三是彼此对说彼此对唱 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里面唱 用复数的第一人之说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指你们 这个台语里面最清楚了 对 所以诗班就是帮助我们彼此倾听 诗班的训练声部虽然很多 可是最后却可以声和为民 同时参加诗班是最好的门徒训练 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临生南路礼拜堂的长老们 几乎都做过诗班指挥 刚信主的信徒 第一个侍奉岗位是发周报 然后就是参加诗班 因为参加诗班要早起 要全勤才可以上台 要背诵歌词等等 不知不觉我们站在里面 学会了看谱 学会了发声法 学会了侍奉的正确心态 而且把整个这个圣诗的宝藏 都藏在心里面 我今天可以在心里面有500首以上的诗歌的资料库 包括我可以背诵出来第一节的歌词跟主旋律 所以对于我在领唱的时候的选诗的帮助 就更胜过YouTube 哇 这个其实呢 我完全能了解 因为我也在那个教会里面 这样子我没有参加诗班 但是我看到那个整个诗班团队 诗班的建立 对于一个教会 怎么样子看重敬拜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因为我印象中 我们在林南礼拜堂 他不仅在圣月敬拜上 非常的庄重认真 你刚刚讲一个很重要 其实这是我一直很想的一句话 一直很想讲的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诗歌创作者 你有没有想过你写的应该像一篇讲章一个道 而所有的诗歌演唱或带领唱者 你事实上同时在传递 存在把神的话语带出去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当时的领受 可是我们现在这种领受都视为了 那你刚刚讲的很棒的一句话 你说审美的单调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已经都被我们整个教会圈子 说成这40年来 好像大家以为 敬拜就是唱唱这些赞美诗歌 然后就是很简单 就进来跟着唱这样就好了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想要问就是会众这种唱诗的音乐能力 有可能提升吗 我们以前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赶快去学看谱 赶快去学声乐 赶快去学这些 而现在的人都不想学 那整体的教会事实上 我们看得出来 你刚刚不好意思说 那个音乐 音乐会众唱诗的数字有没有下降 你说你不知道 我们其实看得出来就是 其实整体的音乐能力当然是下降的 那有没有可能提升呢 这个是主题式的人的品味的问题 所以我是爱吃的人 所以如果你要卖阳春面跟黑白切 你就不需要花重资 去找一个米其林一星的名厨 反过来说 如果你要开一个高级餐馆 你不可能去找一个半桌板豆的 这个总护士来 来在你的高级餐馆里面来做出 那所谓的劣币足粮币的问题是这样 我常常看到有一些音乐家 坐在台下就皱着眉头 因为他在忍受一个外行的领唱 在台上荒腔走板 那有一些不信主的人来参加这个聚会 就会问我说 你们的上帝是不是耳聋了 他听不见他唱不准呢 所以把最好的献给神是需要付代价的 其实不是风格的问题 我以前在国家音乐厅 教讲乐团担任副团长 那我就讲一个理论 我说你不要以为年轻人只听雷鬼音乐 你不要以为年轻人只听张惠妹 他们也听歌剧的 跳街舞跟听歌剧是不冲突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个面向 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 你只为人家吃阳春面 那久了以后人家就只有喜欢阳春面 或是忍受阳春面会来了 所以这个如何恢复教会音乐教育的传统 其实是当务之极 但是主其事的是责无旁贷 是 我觉得之前我是完全同意 因为以色列的敬拜传统是归给大卫的 那大卫是能够制作跟弹奏乐器 那大卫有创作诗歌的才能 那大卫也可以 他也组织了建立了圣殿的乐团 那所谓和神心意的王 并不是道德性完美无瑕 他是一个带领会众 可以专一敬拜跟侍奉神的一个团体 这样子 我印象中 我真的印象中 唐从容也很会唱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他还会指挥 对 他还会作曲 对 我记得我在我的年代 我看这些长辈 这些牧长 很多真的都声音很好 很会能够领唱 能够唱诗 还会指挥的 很多这样 吴勇长老也是 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基督教信仰团体 我们好像 我觉得你刚刚在讲说 那个四百年宝藏 我还要讲是圣经的宝藏 对不对 圣经那个整个敬拜的传统 是怎么样子 一个竹林者 应该是很专业的 对不对 被专业的看待的 所以我这个会走音的人 是绝对不能带敬拜的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 就是说 如果那个教会的牧长们 你自己对于 不管是整个敬拜的概念 或者教会的圣乐与敬拜 还有就是 就算会众唱诗的部分 你没有相当的认识 跟尊重 我觉得教会 那个整体的敬拜观念 神学是不会提升的 然后主日的音乐敬拜 那个部分就变成 在等迟到的人 真的这样子看起来 像一个外行人 才领导内行人的现象 所以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那我想当然找对人 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督导圣乐与敬拜事工的人 不能是门外汉 是 我不单单在讲牧师 也包括长老或者是职系 也就是说教会里面 要找对人来主其事 如果教会里面 没有足够的人才 那也可以借重 外部资源来培训 像我们教会在休斯顿 我们就跟新兴音乐事工来合作 是 我们派人 我们的年轻人 就去参加他们的音乐营 是 或者是我们就邀他们来 于远纯老师 这个郑浩贤牧师 邀他们到我们中间来培训 是 另外就是要尊重著作权 所以要付版税 要买正本的诗本 正版 是 是 那或者说 我们可以参加一个 美国的这个版权的一个机构 然后固定的付费 我们还是有诗班 这很 现在是比较少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不但有诗班 我们还有开音乐训练的课程 比如说怎么读谱 怎么唱诗 声乐的发声法等等 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 03到礼拜堂 我们还组了一个小小的小诗班 后来还录制了一些 声乐的唱片 包括跟吴勇长老在一起唱歌 一起留下他很宝贵的一些声音 那在小诗班里面的这些成员 都是指挥啦 诗琴啦 独唱者等等的 音乐敬拜的领袖 所以他们也会参与轮职 去指挥另外的诗班 大诗班 儿童诗班等等 然后呢 他们也负责担任主日聚会的领唱 然后轮休的时候 他不轮职的时候 他就回到小诗班 所以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我们要在断圆禅壁中 要重建圣殿 其实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是 我觉得我们今天提出来的 真是一个呼吁 我很尊重一些现代人 已经习惯你这样子的一些 所谓的音乐唱诗 和会众唱诗的方式 那我现在很难过一件事 就是我会看到有一些教会 即使有诗班 现诗 那你就看不到年轻人 愿意加入诗班 我们 你刚刚说要去重建 那我们需要邀请人 能够有这样的认识 刚刚讲得很好 就是有牧掌们 牧掌们愿意这样 很邀请专业的人来带 那我们今天看到 即使有诗班的教会 在现诗 几乎没有年轻人想参加 那好像 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 好像 但没有人看到一样 大家就把诗班当成一个 过气的东西一样 好像是属老人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那 我一直很希望说 教会可以把这个 圣乐与敬拜上面 可以真的是带领到 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们真的敬拜神 可以既正确又亲密 不是那种讲究那种 只有我很有感动的 亲密感一样 那目前真的看到一些 教会音乐 已经走向 过度走向 流行音乐工业化的 这种方式 这种现代敬拜赞美 我们是想要做一个 检讨跟省思 所以很想问你 特别是像今天 一些音乐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诗歌发表会 其实就像一场concert 那他们带领 他们开这种演唱会 或发表会 是的确很年轻 很有活力 很有动力 乐器也很棒 唱得也很好 那他们好像觉得 他们就可以吸引年轻人 信主 那当然是很多年轻人 也喜欢去 那你刚刚讲的嘛 就是很多年轻人 就以为教会 就是这样子的方式 在敬拜 就是这种的 这样子 那其他他们 就都不习惯去了 这样子 那这种音乐演唱会 我觉得好像 上一场演唱会 如果没有用 那个歌词本身 用神学不明确 或有问题的 然后也没有讲到的部分 没有那个信息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 像现在这种现象 我想实用主义挂帅 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是今天教会界 普遍的问题 它不仅仅在 圣乐与敬拜施功上面 大家都想要速成 想要走捷径 不愿意按部就班 音乐创作 其实还存在 另外一个问题 就叫抄袭的问题 许多所谓新创作诗歌 都是互相抄来抄去 无论是歌词 或是旋律 而真正下苦工的 作曲家 或是作词家 不多 可是好的圣诗歌词 必须要有深刻的属灵经历 好的文笔 以及正统的神学 这三者缺一不可 写诗歌的动机 不应该是为了赚钱与成名 如果你知道查理威斯里 他的圣诗是整个英国寻道运动 那个大复兴的一个标志 那芬尼克罗斯比尔 你也介绍过 她是个盲人 那小敏 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是小敏 她是河南的小姑娘 没有一位 是因为想要成名而写作的 他们所共同领受的是圣灵的感动 以及所谓的纯正话语的规模 那些歌词 那些诗歌里面没有无病声音 没有华丽堆砌的词早 所以他们的诗歌就可以传释 所以我的祷告也认同小花 你们在维珍这里所做的 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觉醒 不超近路 可以一步一脚印 为神的国度来创作更多的传释之作 是我非常非常感动 也感谢今天我们小明带来的 那我们维珍世公次 我们在谈到不敢Fanny Crosby 或最早的Anne Steeler 他们这些人 他们是在生命中经历他们的困苦 他们的愁烦 他们的压力 甚至他们的病痛 可是他们就只有一个可以求的 就是呼求神 然后寻求神 这样的信心的经历 然后圣灵的感动 使他们写下这样的歌词 而这样的词我也一再讲 它其实可以百年后 还有人想要拿来 就重新谱曲来唱 因为是这么样子的感动人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 尤其是刚刚小明讲的一个重点 音乐可能可以走些捷径 特别是流行音乐 圣乐不应该走这样的捷径 我们要很庄重 很严肃的在神面前敬拜他 当然可以欢喜快乐 当然可以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乐风 可是我们对待整个会众唱诗 还有整个教会 是不是有可能在会众唱诗的素质上 我们有更多的提升 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未来 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 然后邀请小明 未来继续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 可以吗 好啊 非常乐意 谢谢小花姐的邀请 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希望你有任何的问题 特别 真的是可以写信来问我们 我们把你的问题 转给我们的小明这样子 其实他真的是声乐与敬拜的专家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